2025 非核家園 院長每次希望保留核電 一秒鐘都不能缺電嘛 難得很難 你多少沒嗎 這些憂慮不是沒想過 但現在輪到大自然 有話要說 有優勢的自然資源 憑非核家園 台灣不是手無寸鐵 地球內部7000度的高溫 只有在這樣的板塊交界處 可以形成像這樣的地熱發電 全世界只有24個國家辦得到 而台灣正是這難能可貴的 其中之一 沸騰水聲伴隨白煙繞繞 這口地熱井往地下挖掘 1500公尺 能全年24小時投入發電 取熱交換之後的純水 會進入到我們的發電系統 然後跟我們的發電機裡的熱 工作流體去做熱交換 不只是泡湯 煮蛋 觀光聖地 全台27個地點 地熱潛能其實相當於24座核電廠 我平均一噸的熱水 大概可以發10K瓦的電量 就相當於我們一般住家用戶 一天的用電量 只是看這管線鏽石 結構這座清水地熱電廠 官場已經25年 夾帶著新技術才終於捲土重來 地熱井的生產井的井口溫度是160度 發完電後的微水大概還有100度的熱水 我們將這100度的熱水 再回注到我們的地層裡面 我們不會因為我們使用了我們地下水的熱水 而造成整個水資源的枯竭 給地熱每個案子最高1億元補助 政府拼率能現在只等一陣強風 逆風才能起飛儘管頻頻被暢衰 政府企業一致喊話 兩兆經費不會白費 我們台灣是在亞洲來講 算是走得很快的 2025年做目標是到達1.2GW 那這個目標我們已經快要達到了 2025年離岸風電發電量目標是198億度 相當於540萬戶家庭年用電量 遠大夢想好在有老天幫忙 我們需要比較淡的水 在50m的水中 有很好的能力 在台灣的淡漫的水中 有一個強烈的能力 300座陸域風電機組 因風旋轉形成壯觀景象 來到苗栗竹南望海 這兩部離岸風機高度更相當於 半洞101大樓指示生態怎麼兼顧 他們會飛到水中 或會飛到水中 螃蟹之間 鳥蠻蠻聰明的 而這製造了 我們稱之為 工廠的海 這製造了魚 這製造了魚 這製造了 很好的 環境的影響 生態問題有解 政府也定出遊戲規則 2018年以每度5.84元 向業者收購電 雖然低於日本的9.8元收購價 但比德國的5.11元 英國平均的5.72元都還高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但參與的廠商夠多 發電成本自然能再下降 地質啦 海底的整個海礦海象 他已經非常熟悉了 所以他在做的話 他對這一方面要研究分析的成本 是非常低的 踏出這一部經濟部的藍圖 是創造2萬個高階藍領就業機會 但真要夢想成真 還需要全民動起來 2025年 綠能需要515億度電 其中49%依賴的 就是這一片片太陽能板 如果在這個屋頂上 設了這個太陽能板的話 其實它也有這個隔熱的一個功能 然後你可以在下面 你就節省掉你原來的那個冷氣 團點全台已經建置 太陽能裝置的有1.2萬公頃土地 但2025年要達標還缺1.3萬公頃 整整半個台北市大 你我都想問地從哪來 環團卻說台灣人別太小看自己了 北北基的這個太陽光電的發電潛力 大概有半個深奧燃煤電廠 72片發電板環團花150萬 在辦公室屋頂就能重電 自發自用省4成的電 國發會也要來當領頭羊 那裡是國發會的屋頂 240片的太陽能板開始工作了 這裡平均一天要發電200度 大約是天天賺回1200元 太陽越是毒辣電費賺越大 國發會一年發電收入約45萬元 幾乎省下一成電費 如果有一天我們如果這個飛機 從這個上空下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整個台北市 或者是哪一個城市 大家家家屋頂都有這個太陽能板 我們能夠自發自用這樣子的話 那我想我們對地球的貢獻一定更大 太陽能發電蓄勢代發 但民眾最想知道穩定電價配套在哪 變成電價要上漲 我們目前並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在國外確實再生能源的電價是比較高的 用電是一個基本的需求 也是一個人權的部分 所以他們會有透過一些補貼的方法等等 來抑制電價這樣子 讓大家都能夠公平的去使用 穩定供電綠能扮演關鍵 但政府還得繼續端出政機 向人民證明 非核家園是機會不是冒險 東森採集新聞劉直劉子騰 台北宜蘭財寶報導 中文雅 中文 家庭 中文 家庭 中文 家庭 雅